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讲一个话题 可能跟大家的一些亲从岁月也有关 实际上的话,讲了一个 人大的话,一个毕业生他已经离开校园了 然后把人大的这些女生都整理出来了 然后把她的颜值拿出去打分了 然后发表,然后接着的话,先是人大调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她已经被刑拘了 刑拘写的是刑事的刑 确实这个案子的话,我们从法律上来说 刑拘是应该的,因为她得到的信息 她不是说她自己在校园搜集的 她实际上是从人家计算机系统上来的 所以她都有每个人的照片 她从计算机系统上来的 而且她把这个信息就散发到公众上去了 对吧 这个照片的话,就等于这叫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 这个是肯定犯罪的 所以这里头其实牵扯到什么呢 你这个个人信息还是隐私还是什么什么的 因为在这个大学里头啊 基本上的话呢,那个大学里头对女生的颜值 平头论足的,然后呢,还做了颜值榜 选校花什么这个那个的 好像年轻的时候都干过 当时的话呢,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我那宿舍就是焦点,因为它对着水房 所有的男同学吃饭的时候都挤在我们宿舍 然后挤在这里头呢 她看女生的方式是什么呢 你用手指啊,都指不清楚 怎么办呢,拿个镜子 好多人不知道这镜子怎么用啊 这个拿着镜子啊 你去指女生的时候,拿阳光一反射 那个光柱照在哪个女生头上 那不就指的很准确吗 然后大家呢,就可以交流交流这个女生的信息了 包括她这个男朋友 有没有有几个追求者 是哪个系的,叫什么的 反正呢,都可以交流的很清楚 当时还有人整理,整理的非常清楚啊 所以整理的非常清楚的那个校友呢 当时大家还送了她一个外号 那叫校长 为什么反正叫校长 就是当时科大 当时我们在中科大的时候没几个女生 一个年级可能就是一百个左右 能呢,在这种顶尖理工学校啊 长得漂亮点的就更少 所以这个总共呢,你对大家关注的女生呢 就几十个 每一个呢,最后都被做成档案了 在当年就是这样子 而这个事啊 为什么是跟当年的区别 因为她这个事,当年你要是社会上踩的 你是可以啊 而且当时的话,我记得 是你那么做成档案了 把女孩还年职,还排了排排了排 谁是校官什么的 那个,好多时候女孩自己还提意见呢 那个叫校长的,那专门有那女孩还找她呢 说她把她位置排低了,不合适 这都有啊 你那个,只是下边不说这些当年的故事了 所以看了以后呢 开始是薄一乐 但是后来发现,这被刑拘了以后 实际上什么 她把这事做大了 这个事的话呢 只适合了啊 你校园内 你说做点谈资 然后呢 你那个信息呢 你也不能在人家计算机系统里收集 对吧 你要是的话呢 你自己在校园采风 拿个长焦镜头的 你拍几个照片 校园内传播 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呢 你传播的话呢 又经当事人同意 因为你知道 好多女孩是自己愿意被拍到上面去 你现在啊 你可以注意 每次招完生 新生一入学 各学校校欢是谁 包括网上还有人评呢 还有人想要上网 也挺复杂的啊 这校园里头的话呢 属于年轻人的一个乐趣 所以有些事呢 是年轻的乐趣 但是啊 别出圈 因为这个事 为什么讲明显的出圈了 因为他把的一些很详细的信息 是从计算机系统里得来的信息 弄到了社会公众上 你社会公众上 就是要出圈 你就按校园内 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里头啊 范围是有差别的 就包括的 你说你这个人脸是否能采集 对吧 现在这个事 就马上面临的法律 很细节的一件事了 你讲这个小区 是否能采集你的人脸 就很简单一个道理吧 小区采集了人脸以后 它在哪用 对吧 它能放到什么范围内 各种情况 现在还搞人脸识别嘛 人脸识别的关系也挺复杂 所以这事出来了以后啊 我们觉得呢 那个该是惩罚一下 但是呢 这事啊 别把它弄到两性对立上 其实呢 这个女生呢 对学校的里头的男生啊 其实也有一堆的评价的 实际上是对等的 除了男生搞女生的话呢 女生其实也搞男生的 男生的话呢 你这里头到底人品怎么样 学习怎么样 干什么的 他女生当时的话也有个榜 只是这种的话 校园里头流通流通还是可以的 你那个放出来是不行的 男女呢 搞成对立也是不成的 这样的一个平榜的方式啊 在当年年轻的时候 好多 其实我问了一些朋友 其实年轻的时候 各个学校差不多都有 都挺热衷于干的 你要是呢 在学校的学生干还可以 这个为什么抓他 他还有一点 他已经不是学生了 他已经知道了社会了 你社会人干就有问题 而且社会人干吧 你现在这女生的颜值打分呢 还跟我们当年不一样 因为什么 我们当年没有什么美颜 也没有这么多的网络 现在的话 有了美颜有了网络 你知道 下边打分和他的美颜的公众形象 差别很大 有些当事人当然很不愿意了 这个差别也是什么 当然这个数据 好多人也很愿意要 对吧 你看看你的那个证件照的数据是什么 流出来了以后呢 对一些人呢 想在网络上美美颜的 可能就有挺大的影响 所以他当然也不愿意这个流出来了 不愿意被说了 而且呢 个人的信息里头被不法分子利用的可能性也很大 所以这件事的话呢 我们是支持他严惩的 但同时呢 又觉得呢 像这种事呢 不要过度的妖魔化 上纲上线 其实现在有些舆论对这个事的那个 妖魔化程度比想象的厉害 然后又制造一个性别的对立事件 我们是反对的 谢谢观看 对于本期话题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